吴根侠的落水溺亡 是否像家属所说的那样 是被取水口的水泵给吸了过去呢 针对这一情况 封城市铜田乡政府也展开了调查 家属是说 这个尸体是在那个汽水口的下面 那个基础下面捞上来的 但是通过我们了解 那个打捞尸体的人说 他说这个尸体 不是在那个地方打捞的 它就是在 可能你那个吸水口的污筋 也有一段距离 这个尸体吸水的船 吸水的船 然后呢 没动的船 没动的船 我把这个上面 改在洋洋 然后接着 拉到一座船 他就在这里来了 他在洋洋下来 我就改第三个船 往这里边 往这改大来 在这里 对 这里 这大概距离有多远呢 有 西兰米就 不过 商荣民副乡长说 这只能表明尸体发现的位置 不是在取水口水泵下面 至于吴根侠在落水之后 是否被水泵产生吸力给吸住 他不得而知 那么对于这一点 自来水公司又有何看法呢 我取水跟他也不影响 一个是在家里边 我那个船好远的地方 是这样的 你那个瓣有多大功率啊 小瓣 我是服务团 不是插到家里面的 沙都吸不到进去 吸沙的话 水就会停的 大概那个功率是多大的呢 功率48.5千万的 而且自来水公司表示 在事发当时 他们的取水水泵 根本就没有使用 我们一般都是早上 都是早上 因为下午水只没有早上的 早上的水比较清嘛 行驶的全比较少嘛 你很肯定当天下午 那个瓣没有开启的 那是肯定的 不过对方并没有向记者出示 有关取水水泵工作时段的相关证据 同时死者家属也提出 既然事发地点 是自来水公司的取水口 可为何在现场 没有设置安全防护栏 甚至连一块警示标志都没有 我觉得它是百分之百 是有所关系的 第一个 在你自来水旁边 第一个水深危险 这个最近码的一个 标识牌是没有的 就连我们加上 那个词上里面 都会写个水深危险 年金夏天游泳 而且你还是一个 自来水公司 你这个标识牌都没有的 乌兰也没有的